灰西装男子坐在路边小板凳 疑似喝忙了 一旁的白衣马尾女在旁照料 但下一秒男子好几度骑身向前 对他强吻 只见女子不愿意拼命闪躲 想要侦脱 甚至动手脱掉马尾女的口罩 路边索稳夸张行径全被录下 而男子身份来头不小 他是现任国安局特勤中心少将谢静华 谢静华曾任副总统赖清德 万里警卫是主任 在2021年爆出体测剑总 成绩未达标 但负责体测的国安局特勤中心 前上校卢永荣 只是下属篡改成绩变成合格 国安局发现后两人移送侦办 但谢静华则是调整职务 这回当街向女子所闻也震惊立法院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因为我还没有了解状况 但是如果像你们讲的这样的话 那是很离谱的事情 酒后如此的色胆包天 所以特勤中心是不是应该整顿了呢 蓝绿立委都摇头 据了解该名女子不是国安局人员 也不是谢静华妻子 国安局表示全案调查中 目前婚姻状况将是论处重要依据 针对谢静华 营外个人行为可能涉及为师 将以讲诚作业程序和行为情节做惩处 若违法也会误网误众 依法就班 三水程序节奏 台北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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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